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那天给我发一个微信 原来人家竟然在首尔 还在看我们枪枪讲豆瓣的评分的那一集 因为豆瓣本身我是看电影不上豆瓣 结果我倒是看看豆瓣怎么回事 因为这我听说过 中国所有的网站都是拷贝的 都是学的 只有豆瓣是原创 我对这原创就特感兴趣 结果那天在首尔夜里 首尔夜里可真是还晚一钟头 你播这是11点 那是12点 首尔还有凤凰卫视呢 当然有凤凰卫视 除了凤凰卫视 就凤凰卫视 人家的事我还看不了 然后夜里是12点了 它就播出 你是按照大陆史播出 看这集还挺亲切的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 我说我正看的 我去了趟韩国 这趟在韩国 韩国什么赶上游行了吗 对 没赶上游行 是我临走那天赶上了 因为我没去过韩国 前提是我没去过 所以他感受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你这么大说是没去过 我就哪都去过去 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没想到马爷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哪都去过 就是没去过韩国 因为他太近 旅游我也不想去 然后我觉得首先推翻了我对韩国的所有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韩国的社会秩序 非常好 仅次于日本 仅次于日本 现在也非常好 非常好 不受朴槿惠的影响 受他的影响 所有的游行前 因为我是7号晚上离开的 7号早晨开始就准备游行了 而且在5号 6号就开始准备 所有准备的东西都事先搁到马路边上 在具体的位置都搁好 包括船单 包括帐篷 帐篷包括警车 包括所有运人的车 都事先准备的紧紧有条 都是准备的 没有任何人在游行当中胡来的 没有 结果那天 我们回来那天一落地 发现新闻 他有一个韩国的和尚 60岁了 自焚 为了让朴槿惠下台 朴槿惠都下台了 问题是 这就是不想了 最后这几天我都不忍 赶紧给我下来 是这个意思 这么刚烈 对 这个民族是不一样的 你想让咱说 动不动光机就做丑职 咱们认为说 你就对1月份了 您4月份肯定下来的 是吧 这怎么也忍了 何人不忍 何人直接就自焚了 你想当年刺杀什么伊藤博文 这都是朝鲜族的 就是韩国刺客 这家伙他们就是 这种有点愣啊 我有时候觉得 这你觉得 你对韩国文化有什么研究吗 宇老师 我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研究 只是说老师听我们周围的人讲什么高力棒子 有点一根筋 歧视性 有点歧视 也不能说是歧视 就是说他们认死女儿 是吧 他认定了朴槿惠这个事儿 是有问题 那么他要搞到底吗 是吧 他不像我们很多的这类似的案件都稀里马虎的就不了了之了 他跟没有人去追究了 他咱们要讲起来 他没咱们这种原用劲 或者说得过且过 对对对 没心没肺的劲 民伙朋友会下台是定局哈 1月7号那天夜就那天晚上100万人烛光 100万人 那吓人哪 那多少人哪 怎么组织起来 他才多少人哪 但是马亚你说的都是事先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那个包包就那个报纸 但一开始我都不明白 我说马路边上堆这么多 为什么 他们说 就是说那个司机跟我说 就是后天开始要游行啊 就提前都准备了 这可能说明他社会的那个自组织能力是也是非常强 非常强 而且他社会秩序特别的好 就包括过马路这种小事 全社会没有任何压迫感 不适感 因为你去到一个生疏的地方 第一个是不适感 就是你不适应这种文化 甚至有的地方 你比如我去 就包括去法国这样的国家 美国这样的国家经常有恐惧感 你记得某一个街道 那旁边穿上那个无所事事的人的闻闻脸看 你很害怕 他那都没有 非常舒服 所以你说这个是人之常情 对 像我有一次第一次到美国在华盛顿街头 我就有那种恐惧感 对恐惧 很陌生的地方 对 而且你说 都说的人都不友好 但是你说你去韩国 你觉得没有这种感 很舒服 对 很舒服 原来我认为的韩国是相对比较落后 什么首尔非常像 像日本 非常像 因为他被日本统治过 韩国被日本统治过 所以他留下的很多地方非常像 包括人的那种规矩 对 所以你说过去他们讲东方 什么儒家伦理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么强调集体主义 其实据我看很多中国人最没有的就是集体主义 就是咱们全部都是说 咱是集体破坏主义 对 你是他 你比如说按说韩国跟日本也有仇呢 对吧 但是我确实发现啊 他是不是一种东方的这种过去的儒教文化的 就是反正他们特别抱团 特别讲究啊 就是大家伙一起 对吧 你像那个日本李小木的整天说 说日本人凑一块 是吧 必须得咱俩约好了 明天去干什么 都得穿一样的衣服 谁都不敢说 因为个人的这个一个个性 就坏了集体的这么一个一致性 你看韩国也是这样 而且他这个里边还真的是有一种 辈分 尊重辈分 日本也是这样 韩国也是这样 他们有人不是讲一个 这个也不叫段子啊 是一个韩国人说的 说你看韩国大家几个陌生男人碰在一块 先攀谈攀谈岁数 一看啊 马爷最大 好就认定大哥 好好 接下来大哥领着我们杀人放火 跟着大哥走 他是 你看这个我在韩国 我倒是比您就早去过首尔 我就发现他们这个敬酒啊 很多 好像年轻人 我忘了啊 他不能直接跟这个长辈 哪怕是大哥 都不能这样的 好像得侧着一点 反正就表示 就是表示他尊长 笑倒是韩国文化的一个核心 就是中一笑三项 在亚洲三国里呢 各就是各长一项 哎 您说这个 这个日本强调中 在日本中城是最重要的一个平时 韩国是强调笑 笑倒包括朝鲜民族 包括北朝鲜都一样 咱们是强调义 义 江湖上 这义气呢 过去说为兄弟两位插刀 都是这路的 现在就是为女人插兄弟两道 所以这义最不天谱的事 就是咱们说的 中和笑都是比较个人化的 义是一个集体的 因为义是要显示出来的 所以不一样 中国文化我觉得让日本人和韩国人学过去了 他们学的比较认真一点 他学的好 学的好 他学好处 咱留下坏处 这中国人就说学的有点余辅不知变通 咱们这很多事就坏在灵活变通 还有韩国的 这次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他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 你比如说 他很少有汉字 很少有 他现在还有一个叫恢复汉字运动 在首尔还能看到有些地方能看到汉字 你比如我去一趟光州 光州有一个韩国陈船展 我专门去看了陈船 他那个展览很有意思 跟库房似的 所有东西都码在那 他捞了两万多件中国瓷器 那个瓷器是当年运往日本的 是从宁波港直接发船运往日本 结果不知道怎么刮风刮歪了 刮到他们的潮 那个寒过去了 就冬就沉了 沉了让他们结果隔了700年 这元代的一条船给捞上来了 有照片吗 有照片 咱看看马爷带来这照片 这是哪儿 马爷带来这儿也要自焚了 摆头的架势 我其实有羊的头了 刚才知道的说 这是光州国立博物馆 这是外景 再往下看 你看他展览 他这么展 就像库房 捞出来的东西都搁的上头 这边是紫檀木 你看这一大根一根的 都是他们捞上来的东西 这都是元代的了 都是元代的 他这个纯传的年代非常清晰 再再再看 这是国立博物馆 就是他国宝级的一个思维菩萨 这就特别说明他们的 这是他们本土的朝鲜的 它定为七世纪 这个应该不够七世纪 应该是我觉得在九十到十世纪 最早也找不到九世纪 就是十世纪的东西 你看 这是他唯一能够看到汉字的地方 就是他的古剑中的所有的字 都一定是汉字 大汉门 咱俩掩体字 你看光华门 这他都改不了 你比如到光州这些地方就没有 一点汉字都没有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去汉字运动 你怎么把他跟他的民族自尊心放一块 他认为汉字这东西侵害他们 其实你知道朝鲜人 就韩国人 韩国是后来的教本 朝鲜人 从世宗大王到现在五百 我看五百多年 就去这汉字 到今天他来去赶宁 对 他去了五百年 去了五百年 五百年 他过去法定汉字是八百个 并不多 八百个在中国还算 你认识八百字叫文盲 中国过去汉字就扫除文盲摘帽 你不是文盲了 要认一千两百个汉字 一千两百个汉字 八百个还算文盲 他就八百个 日本比他多 日本是法定的是一千八百个 他们是有一阵 要去除所有的中国文盲 他认为 因为他当藩蜀国 时间长了 他多少有点 面词上过不去 过不去也算 不是你字 文字就是殖民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我说你的话了 明白吗 殖民就是说你只要语言一改 比如你像非洲 弄一非洲丫头过来说 那个辐射黑的 我问他 我说你那家乡话 说一顿的法语 那法语算哪 那家乡话 被法国殖民过 就是这种 所以他们对文字的改革 就是去掉 在失踪大王的时候 当然他们 我觉得他有一点 特谦虚 特有意思 他那个文字 日本文字 人家不叫汉字 人家叫日本汉字 那是咱说 人家叫和字 和字里 当然尤其 汉字里没有的 比如一个石字 加一走之 这叫和字 一个石 在汉字里没有 所以他日本汉字 朝鲜这个字叫什么 叫燕文 燕是什么呢 燕语 咱们说 燕语 燕文 他自动降一级 他这么说的时候 就降了一级 这挺有意思 而且你说 自动降了一级 你看 我去首尔的时候 我看他皇宫 当年皇宫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就像是个 微缩景区 像是 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 皇宫的微缩版 你一下就想到 他们那个人 可能就当时皇帝 而且全是纸壶的 那个窗户 什么的 就是很多 而且房子都矮 你觉得他们好像 小宇子也小 小宝座 小宝座像小孩做的 就有点像当年的藩国 它比中心大帝国的 那个规制是近似的 但尺度都小一点 甚至我说 这小房子 像是个小矮人走的地方 整个小一号 有规定 有规定 因为过去的知识 对官员的 官员的那个知识 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你僭越的话 你的可能是 掉脑袋的事 过去的规矩 现在大 咱们取下广告 枪枪三原型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你看 你说到韩国 实际上它还有个 它这个族历史上有什么 又高勾立 朝鲜 又什么 而且有些时候真的是 我从一本书上讲 它保存着一些中国的东西 过去中国有些古籍 您觉得就是 比如说从南宋之后 就消失了很长时间 但是最后到清朝的时候 最后发现在他那还有一本 比如说我现在还收藏着 那么一本书 那本书是讲什么 就是说靖康齿 游未雪 就是当年 从徽秦二圣 记录 给从首都 给一直带到北方去了 被金兵 然后这一路上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三千宫女 一路每天晚上给金兵强奸 强奸了 然后就是中华民族都说耻辱一夜 到那儿 见着金朝的那个大 大郎主 还是叫叫叫什么 反正他们的王 然后就是要献服 所谓献服 就是啊 把这个上身的这个衣服 光这个膀子 男女就送徽宗 送亲宗 就等于把你像羊一样宰 就有去献服礼 然后她的这个皇后 直接就进了宫了 进了宫 不知道在里边给怎么弄了一下 这有一个皇后一出门就跳了井了 就是就是当时有这个文人记录下这些个 一本书 这本书呢 有记载 但是从 我也听说过 但是原条之后就消失了 在中国没有 大概就是中国的这些文文人觉得耻辱 太耻辱 耻辱丢人 但是呢 现在这本书又有了 又有了 就是大概在晚清的时候 从这个当时李朝 朝鲜的那个姓李 原来他们手里还保留着这么一本 就给又又传回来 对 他所有的文献都是汉字的嘛 那个朝鲜实录全是汉字 就咱都能看 拿来就看 他是从大概是从15世纪中叶 就失踪大王的时候开始 你知道这个 这传言字特有意思啊 传言字是 现在世界上所有文字里 是最生造的一字 嗯 它不是形成的 咱汉字是逐渐一个一个形成的 它没有这个 它是生上来就造了 所以它是一造的 我家就是人为规定 对 人为规定的 他就是那个失踪大王的 这个当时就是要 不要汉字 不要汉字 所以他叫 他那很有意思 他叫训民正音 训 教训 民 就是教训老百姓 你还得按这音读 正音嘛 所以他就出了那一圈一横 咱看他有点晕 就是那个 就是中国字里的最不容忍啊 中国字怎么写都可以 最不容忍就是画圆 你看中国字里没有圆的嘛 你看它那就是圆的 这么 我现在想想它也就这么一个圆 这么一下 这么一下 要不这么一个 这么一下 这么一下 他是偏音的还是相形的 他是偏音的 是偏音的 对 偏音的 但是这种造的人造的这个字 很难长远 对 不好用 所以不白用 没有实用性 对 你看古世界文明这么多的文字当中 就是说很少有靠造字能长之丢远 还有一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用过一阵的 世界语 世界语 对 你看 李老师就知道 那世界语当时是一特傻的事 深造的一个 然后所有人学 大家学了世界语不就通清世界了吗 没想到女学别人不学 那也啥用 没用 没错 前一阵我们跟那个王蒙老师在聊这个什么呢 就说这个现在网络很多这个用语啊 那不是王蒙老师也是说 他说我不喜欢小鲜肉这个词 对吧 包括影帝影后这个词等等 他说 但是当然 他说我只是我个人不喜欢 我也没有权利去改变什么 对吧 你们爱用 你们就用什么屌丝什么的 但是呢 到时候说起来 我们一般认为 语言不都是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吗 他不是任何行政权利可以干预的 可以造的 可是呢 连这个倒也不是绝对的 你仔细想想 他是一切的强制的和自然的非强制的力量 结合的 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 对 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六国文字 这秦朝的小 小传 对吧 这就是他强制的 那不是强制 他强制归强制 他强制是有的 是人生成了 长成这个 你这字是移植的 他为什么到现在又有人开始 现在韩国有人要恢复 想把那八百个字恢复 他为什么要恢复 我告诉你很简单 汉字的字意 他光靠他那个圈和什么的弯的 表达不清楚 这个我相信 对吧 我们今天中文要学的好 是听你说话下半部分的话 表皮的话谁都听 你比如说你好这词有什么难懂的呀 对不对 我觉得中文太远了 你老师第一句好说吧 第二句老师说 中文完全可以客气 那外国人一说 这啥意思 不是不客气吗 不客气 您跟我客气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字面以下 那你要他更不懂了 咱俩意思意思 您要不意思 咱俩可就真没意思了 老外师晕了吧 你看原来日本想也想驱除汉子 离开汉子 他对他的那个思维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对 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他的哲学著作 日本人的重要的理论著作 他的汉字非常非常多 他缺这个东西 他想不下去了 日本跟韩国还有一个不同 他在汉字问题上跟韩国非常的不同 第一 日本人认为有文化的人 这1800个汉字必须认 你不认识 你别跟我谈谈 没有文化 对 这个他就高一级 第二 日本在最装使用汉字 比如日本人开一大会 拉一横幅 咱全知道他开什么会 是吧 全能看懂 日本的所有的牌匾 这个 就是什么公司 什么 你全都能看 除了个别的 那说你什么 你看不懂 大部分你全能看懂 但是他认为这是重要的 所以日本人给你的名片 都是 甭管是三字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 它全是汉字 咱们认得出来 全都认的 你看这小岛 这田中的什么 你全认的 尽管你音发不出来 但是他很难有日本人给你真的说 我给你写一大堆的假名 他自个都觉得憋愤 不一样 所以你有时候觉得你说日本 当然很多人就恨日本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日本 也给咱们保留了很多东西 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 咱们没有了 而且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慨 就是我跟到日本 跟他们这一些人 他们的这种 你说这个忠 这个忠里边有一种很深的 一个一个尊崇在里面 比方说 咱们说王羲之 你觉得在日本人说起 王羲之 言真卿 这就是神 是 这他们兄 这就是 这是神 你说 他们倒没有咱们这种 说 说是日本人 对 他倒不在乎 你说你中国人 但是他觉得这个书法 是这么样的高贵 用这个角度 以前我们聊过一个话题 就是说中国社会 它完成世俗化的过程比较早了 日本没有完成 日本没有完成 所谓的去媚化的过程 人家社会等级清晰 武士就是武士 百姓就是百姓 我在前几年 大概四五年前 中日关系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我在日本的奈良 看了一个唐代展 第一句话 我就特有出动 他在日本的第一句话 前沿展览的前沿的第一句话 说我们的文化来自中国 人上来就是第一句话 人认账 我觉得认账 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认了账 咱们有劲就使不上了 对不对 人上来说 我这文化来自于你 你本来想说 你那文化来自于我 人自个儿先说了 所以我一看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原来就讲日本 韩国可不 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 对吧 日本应该是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 韩国不是 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 所有博物管理 关于中国的武器权回避的 是吧 对 小心眼 但是以前喜欢买的端午节 什么李白 变成他们了 一种是韩国人 对 新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国主义 咱中国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我是说 就是了不起 就是你看 这个韩国 咱都说挺刚猛 挺刚硬 可是历史上呢 其实挺激弱的 我觉得 你看 你说他打过谁 他打得过谁 都不是给日本人欺负了 要不就是给中国人给统治了 要不就是 就一直处在一个 他这个夹缝当中 你和民风 是不是飙悍不飙悍吧 一直到抗美援朝 咱就不说别的 就说 这当年 咱就靠志愿军 给他们打的仗 他们自己真正打 靠自己的军事 所以说为什么你到今天朴槿惠 你部署什么萨德导弹 好像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己能够保卫住武力族 以保卫住自己 不受外来侵略和干预的 是不是经常是这么一种位置 对 我认为是他的文化界限不清引起的 他所谓什么文化界限不清呢 你比如我们自己一说我们自己 我们是个农耕民族 说得很清楚 蒙古人说我游牧民族 说得很清楚 像女真满族 都是我们是渔猎民族 都很清楚 他算什么 我也不想半天 我也算不出他算什么 他农耕不农耕 游牧不游牧 渔猎不渔猎 还靠着海边 海洋文化也不是 他是不是很清晰 你包括他吃饭的这种 就比较落后 他吃饭 他没炒菜 炒菜多高级 铁筷子烤肉 铁筷子烤肉 我就吃一回 我就这回吃一回 吃了他那著名的人参鸡 我以为是人肉鸡 我也吃了 上次吃的我长溃疡了 人参货 像人参便宜 比萝卜便宜 所以里头搁那么大一根人参 一人给一锅鸡 里头那鸡肚子里塞着米饭 反而是很有特点 他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特别说明问题 他饮食习惯太简单了 基本都是腌出来的 整个文化是暴昧的 比较模糊 我就是有点说不清楚的 包括其实他的开国 他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爱说是我们中国商代的鸡子跑去开国 但是他们现在又不孕 他好多次没法承认 你比如说高沟丽 高沟丽从哪起来的 从我们辽宁浮宇 到现在也叫浮宇 还有浮宇县 他就模了模糊的 他凡是介绍这的时候 他都不太说清楚 因为那一块现在不在他那土地上 所以他在 因为我这次去主要就是看博物馆 看了大概六七个博物馆 五六个全都看了 看了以后特别注重他们的表述 他第一年代表述特别不清 也是表述 他不给你写什么十世纪十五世纪什么的 他不 他都用朝鲜话去表现 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且就是真是 我有时候想你说这个小国家 其实当上我想起当年历史挺可怜的 你说假我海战 咱们老想到中国怎么受欺负 你想想当时这个情况 他是日本人跑到他那绑架了他的朝廷 最后袁世凯带兵 护卫着自己这小弟 你看他当时加的 他又是个更多的一个味 他确定的就是把他扭了 对 人鱼肉吧 就是 所以我就说 你看他这种 但当时很奇怪 为什么那个隋阳帝针高勾立三针都失败